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五十年代,任劍辉组过不少剧团,如金凤平,红运等剧团,参加过不少著名的粤剧团演出,如大凤凰,其中拍档有粤剧明灵,涉角仙等。 任劍辉亦曾参与红线女演出的,女窝恋石堡青天和有方艳芬拍档演出的艳阳天等。 其戏保有梁足恨石,乐臣,火网繁公十四年。 五十年代中期后,任劍辉合作最多的是白雪仙,一九五六年,他和白雪仙组成先奉名剧团。 他和白雪仙是舞台上的最佳拍档,他在先奉名中主演过不少名剧,继有,九天园女,三年一哭二郎桥, 《帝女花》,《紫差记》,《叠影红尼记》,《卯丹亭经梦》,《白雪伸传》等。 一九五六年,任劍辉与白雪仙,创立先奉名剧团。 之后,邀请领次白与梁省波,担任武生及丑生之职,更邀得唐迪生,为剧团剧务主任。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,首届先奉名剧团,在利舞台开罗,想演唐迪生新剧,《红楼梦》, 全剧五小时,任劍辉饰演假宝玉,白雪仙饰演林代玉。 七月四日起,换演新剧,《唐伯虎点秋香》,任劍辉饰演唐伯虎,白雪仙饰演秋香。 七月九日起,《疑思九龙东乐器院》,连续七天上演,《红楼梦》及唐伯虎点秋香。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,第二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在利舞台上演,《卯丹亭经梦》,任劍辉饰演柳梦梅,白雪仙饰演杜丽娘,之后换演川金宝线,任劍辉饰演郭炎章,白雪仙饰演呂超华。 一九五七年一月,第三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在九龙东乐器院,上演叠影《红尼记》,任劍辉饰演赵宇宙,白雪仙饰演謝素秋,之后换演花田八喜,任劍辉饰演变姬,白雪仙饰演刘月英。 一九五七年六月,第四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,上演《红尺女花》,任劍辉饰演周世显,白雪仙饰演长平公主。 一九五七年八月,第五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,上演《纸猜记》,任劍辉饰演李奕,白雪仙饰演霍小玉。 一九五八年三月,第六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,上演《红天猜女》,任劍辉饰演艾敬郎,白雪仙饰演冷相禅。 一九五八年九月,第七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于普庆戏院,上演《西楼错梦》,任劍辉饰演于宿野,白雪仙饰演穆素辉。 一九五九年九月,第八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,上演《在世红梅记》,任劍辉饰演陪宇,白雪仙饰演李慧娘及盧超容。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晚上,《在世红梅记》首演至第四场,《脱症救陪时》,《唐迪生恩老日血》,分岛在观众席上,宋远抢救后,终告不治。 一九六一年九月,第九届先奉名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,上演《白蛇伸钻》,任劍辉饰演许仙,白雪仙饰演白素征。 各位关于任者,任劍辉的生平,和他唱过的曲目,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,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,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同时,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个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同时,我们一点描那个检查特别演员,这样因为完全描述是否有点适当流量的朋友,会 candle不无听之间睬 fas Alto敬声。 感谢观看